今天的焦点之集带您看到国家掠夺器官艺术去年问世以来 国际加大力度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美台一届也发起了大规模联署 这礼拜台湾一届与卫生署邀请本书的作者群来台演讲 举办国际研讨会 礼拜一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先代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专访 麦塔斯向大陆听众表示 中共活摘曝光七年以来 中国内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是活摘罪行仍然没有停止 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抵制行动 在对华广播的节目上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 七年来中共在饱受谴责下 端出禁止器官买卖法条 却加大掩盖器官来源 麦塔斯直言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 其实不减反增 接下来说的方法三民的医院 由于法院财带和计划 判断划降了 这个意思是 但是永远的医院因此 简直升了 特地叫 Falun Gong 当他们说自民重的利益 台湾需要发展 然后脑马其次 这波案大部分的死亡 二三个的状态 我們需要是全球的行動 不只是在一國的行動 如果我們想習近平去做什麼 我們必須確保這個行動 曼達斯強調全球行動的重要 聽聞台灣政治人物 正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 曾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的 聖誕科醫師許建超也提出呼籲 把這個信息傳給中國政府 中國國民 這樣的話希望這件事情 活在器官的事情會消失 美國政府他就向全世界表態 就是說他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我們不歡迎這樣到我們美國來的人 曾經參與過活在器官 國家掠奪器官專家作者群 受邀來台一周 包括加拿大前亞太斯司長大衛喬高 馬來西亞醫師加札利阿麥德 與以色列醫師雅各拉維等人 週三先到立法院參加圓桌會議 之後在台北律師公會演講 公會也將宣讀國際首份律師界 反中共火災聲明 週四一行人參加衛生署指導的 國際研討會 探討台灣器官捐贈 與立法禁止器官旅遊 他們在台灣一周時間 也將陸續拜會台灣醫政界人士 這將是國家掠奪器官專家群 在海外眷命及有系統的反中共火災行動 新唐人亞特電視 曾毅豪陳真 台灣台北報導 說明天 你的電視 很難聽 今天 亂去 你